哈囉 你們好啊 英雄格鬥大會第35期又開始了 好一陣子沒有製作這個單元啦 那今天呢 因為我在這個地方我看到了一些 很特別的東西 有什麼特別的呢 就是這一頭波羅斯啊 之前沒有看過這個最終版本的final版本 然後我們試騎場戰鬥好了好不好 還有這個惡狼 算不算 Monster惡狼 你看惡狼有好幾隻 這個也是惡狼在動漫裡面 還有這個宇宙版的 還有最後一個 不然就先這兩個開打好了 本場戰鬥開始 好久沒有來玩啦 來看一下右邊這個波羅斯 基本上有夠帥的 左邊這個惡狼當然也不例外 喔 開場兩個先機器 這惡狼的光波也太強了吧 放了一個像護盾的樣子把波羅斯彈出去 哇 這波羅斯經過改造之後 封心咆哮炮 炸起來就哇惡狼這個 整串的 我怎麼感覺惡狼更強啊 看來這場戰鬥勝不是難分難分 剛開始而已 有沒有他這個氣波 一爆了之後還可以把人家 往外彈 喔 波羅斯的攻速也很快 這兩個打起來 想不到宇宙版的惡狼最終版本 final版本這麼強 波羅斯完全是沒有辦法跟惡狼玩 這邊波羅斯嘗試攻擊 又被爆了一個 他剛剛那個是回血 哇 波羅斯血怎麼回那麼多啊 他這賽事要打到什麼時候 目前 還是只有看到風興咆哮炮 要看稍後有沒有更精彩的絕招 喔 來了來了 指光點T點拳 惡狼 惡狼這個防禦性能也太好了吧 波羅斯完全是招架不住 不愧是大神 兩個打超級久 打不完啊 這場先暫停 打太久 然後 等一下 來看波羅斯的性能 所以我們給他降一階 看這頭惡狼好了好不好 Monster惡狼 Monster惡狼 狂人不熟悉 你們在動漫裡面 比較常看後面的應該知道是什麼 惡狼怎麼越長得越可怕 這個你問我啊 原來這頭也是惡狼啊 你們看得出來嗎 我看不出來 喔 這次畫面中有一個小的波羅斯 不知道怎麼了 OK 不過沒關係 小的在旁邊完全沒有任何作用 這什麼東西啊 這哪裡學來的武術啊 連著這頭波羅斯 在遇到Monster的惡狼被打更慘了 本來剛剛還沒那麼慘了 Monster 改了一個皮膚之後 沒打個幾下 波羅斯看個絕招 不過這時候應該晚了 Monster一擊KO 倒地 再來看第二場好了 開一場不準 波大王的大絕招一直沒有能夠使用出來 有沒有他這個 形態 二代三代一直在轉換 又是Monster的惡狼 這連擊就中了 四分之一的血沒了 惡狼又一個巴嘎攻擊 遇到角落了 有了 有了 佛羅斯剛剛這一次有了 血條把惡狼打回來一波 果然沒錯看羊場比較準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這頭佛羅斯來了 這惡狼可能要倒了 這個防小炮 下去還沒有倒 還在打 OK 巴嘎攻擊 還有一個小的佛羅斯藍色的倒在地上 最終 佛羅斯 搬回一層 到了第三場 開局 佛羅斯就直接給他打過去 哇這一次把他打到角落了 跑不過去 這整串血條Monster要倒了 直接一起逼殺嗎 沒有 Monster Monster是什麼技能 好像很狂啊 哇這血條又回來 一格變 一個對一格 兩個在機器 一個在機器 Monster被逼到角落 Monster Monster 直接閃線就過了 佛羅斯陣亡 既然Monster這麼厲害 那我們試一下 這個是誰啊 Lover 這個在一拳超人裡面 你們知道是誰嗎 還有這個是誰啊 這個也是一拳超人嗎 不是吧 這個是一拳超人嗎 這是誰啊 G4也不是這樣啊 這個我知道這個是一拳超人的 這個也是 有沒有這個也是 OK 那我們這一次 我們派上 佛羅斯 還是佛羅斯 然後左邊的話 出場 我們看看佛羅斯對抗 豪傑嗎 不要好了 對這個 對這個看看啦 這是誰啊 本場戰鬥 再次開始 誰管他是誰啊 喔 對啦 這個是同地 他會變機器人啊 整個自己機器人 不知道跟動漫裡面 是不一樣 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我們玩了 每一款一拳超人 遊戲同地 都沒有那麼厲害 喔喔喔 同地現在進化了 這佛羅斯有的拼 不過佛羅斯大王 這宇宙中的霸主 怎麼可能 同地不是對手啊 同地是打不贏 同地的S其實排名還不夠高 OK 這同地 整場都是機器人 就一開始是一個小傢伙 直接不演了 變成大隻了 又來了 唉唷 想不到跟 普洛斯打起來 還有得拼 看來同地 也是一場硬戰 這麼大的盔甲 把普洛斯避到角落 一陣猛攻之後 又一堆小機器人 再一個連拳 連拳過去之後 完了之後 普洛斯血條 還沒到一半 快剩下一半了 同地還在打 喔喔 又來了 吹完了之後 小機器人又跑出來 這場戰鬥實在是太難看了 喔喔 他在集氣了 算了 我已經關掉了 我覺得我們看最後一場 這場祁鈺看起來很強 有沒有 但是 祁鈺是一個很厲害的 我們要用試看看 用Monster的惡狼 Monster惡狼 然後 那樣子選兩個 兩個Monster 兩個Monster打祁鈺 祁鈺有辦法嗎 開局的時候 祁鈺速度非常快 我跟這個血條 馬上被Monster 關一下 祁鈺要倒了 怎麼可能 動漫是騙人的嗎 祁鈺來了來了 巫頭屁風俠 最後一口氣 祁鈺 這王 就這樣 那不行 那不行啦 那可不行啦 一個祁鈺打一個Monster就好了 兩個Monster 祁鈺過招過不贏 再來 別吵 開始 怎麼可能 祁鈺你行不行啊 你這張祁鈺看起來很強啊 終於變成黑色的心態了 喔唷來了來了來了 剛剛那個時候又來了 絕招 這是一個大招 這是一個大招 600 右上角999段 惡狼要KO了 一拳之王 奔潮戰鬥 祁鈺 祁鈺 你是打完了沒啊 祁鈺獲勝了 所以嘛 再看第二場 看惡狼有沒有辦法針對 祁鈺進行一個破解 第二場看下去 祁鈺直接不演了 直接來了 看來又要宣布賽果了 本場戰鬥 勝出的 依然是 祁鈺 OK 那麼今天 英雄角度到位 第35期 就告一段落了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 拜拜 那些記憶 那些記憶 是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MING PAO TORONTO